像你, 誰說我神經病的? 你呀? 你呀? 不要指…你吃那些藥嘛 兒子…沒事的 媽媽不會嫌棄你 你馬上告訴媽媽 你什麼時候等你早病 你看看你們一個一個 你嚇壞我媽媽了 媽媽, 我沒有神經病 神經病這種事不是普通人才有的 有這種病的人都是天才 拉叔, 你沒有精神病 怎麼會吃精神藥呢? 上面寫明這藥是自抑鬱症的 你還說自己是大學生 抑鬱症就是精神病 失眠也是抑鬱的一種 就是說你吃這藥為了醫失眠? 是呀 真是你, 善鳳打他真是遺空天下不暖 阿祖, 你以前很能睡覺 為何忽然很失眠 你以為我想的嗎? 最壞就是珠海那宗的大生意 如果我談到他下來 那天提成就足夠我吃兩年 這麼大的誘惑 自然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有壓力就睡不好 拉叔, 其實做生意的事 真是趕命水 你何必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嫂子, 我在這間公司 做了十幾年 都是默默無聞的經理仔 如果這個機會被我抓緊的話 我就做副老總 做完副老總就做老總 做完老總就做總裁 總裁就做瓜谷大公司的大老闆 發達了, 你好嗎? 好…這樣的狀態, 即是幾度 爆錶吧, 我看他不能治 做甚麼?你真是把我當作有精神病 口口紅 好, 我給你一些東西洗 這個是我的病例 說我失眠而已 這是我開的藥 好, 還有這個抑鬱症的測試題 拉叔, 你看這藥 藥, 藥你, 毒你 它有很多副作用 你也敢吃嗎? 二嫂, 西藥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病理說明 會嚇死你 不過拉叔, 這些藥多吃了 都不會有依賴性 我已經依賴了, 不吃的話睡不好 阿祖, 吃藥三分毒 你不能這麼糟蹋自己 早就早就不行 吃這麼多藥, 傷腎又傷肝 想過另一種辦法 所以我這次回來是實行第二個計劃 就是我趁著大安娜和保羅 回到美國探親一下 這段時間我想在家裡住一陣子 改變環境, 我相信每月睡得好 阿祖, 一會兒幫你把房間收拾出來 你趕緊洗洗睡, 好吧? 這就去 好 阿祖睡了 早睡了 添加華, 現在社會競爭太激烈了 特別是阿祖他們的工作 一單生意十幾間公司爭 還要看客人的面積 你說不失眠, 真是的 你看什麼 從阿祖那裡拿回來的 是專家給他們探經驟證的題目 我也想幫自己探 怎麼猜測呢? 什麼?很容易而已 三個選擇 經常、偶言或從不 總共四百題 四百題? 你是不是要測到天亮去了? 很快而已 第一題 你會經常購物嗎? 購物, 偶言也會去一下 阿祖, 你先睡吧 你先睡, 你先睡 來了, 老婆 測完了是不是 結果怎麼樣 可能我也有抑鬱症 別瞎吵了 你能吃能睡的 你遇過什麼 不是, 老婆 這些專家說 你現在社會壓力太大 很多人都會有抑鬱症 說不定你也有 我 那要不你也把眼瞎瞎吧 來… 什麼事? 誰 阿祖, 怎麼躺在地上? 你… 你真是… 你叫我上了嗎? 問我, 我也看不清 就還有張椅子 你不是睡覺了嗎? 你出來瞎磚又是什麼? 睡不著就想要去廁所 你不是九點就去睡了嗎? 這麼久沒睡著 這…都快四個多小時了 你們說那些藥有副作用 我不好吃, 那我肯定熬了 那你熬到什麼時候? 萬一到天哥你也睡不著 那怎麼辦呢? 你這樣…你不要想做生意的事 好嗎? 如果我能夠控制自己 你自己不算是神經衰弱了吧 那… 你想想一些開心點的事 總之就不要想做生意的事 你便想想 保羅收到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書 何? 突然有人送了一幅世界名畫給你 你真開心 是呀 是嗎? 那保羅入學通知書和那幅文化在哪裡? 完了, 他更睡不著了 所以說你倆夫妻找來講 我先去廁所 慢著… 老婆, 我以前睡不著覺 我就會吃東西了 一吃完我就想睡覺 不是胡說, 是有科學根據的 你的意思是讓阿祖吃東西 往保裡塞的 沒錯 阿祖, 馬上吃了它 吃完想睡覺了 你看, 大佬特地弄一隻荷包蛋 謝謝大佬 來… 希望你的物理治療有用 你放心, 一定行 阿祖, 你慢點吃不夠, 這還有 謝謝大嫂 你倆夫妻不需要在這裡陪我 你們先睡 我吃完, 我會睡 那我們也不陪你了 慢慢吃 我們先睡, 慢慢吃 好, 吃下一個 老公, 你聽, 你聽 大半夜的誰在那邊慘叫啊 好, 好像是在天井那邊的 你聽 我還沒說阿祖 你趕快出去看看 阿祖,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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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怎麼了? 你幹什麼? 你吃飽了又不去睡 阿祖, 你好玩嗎? 你吃那麼多了, 你還睡不著 大嫂, 你加點辣椒, 太多了 好興啊 如果我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你倆夫妻最大兇殺 你… 你真是… 你真是… 幸好不得好報, 你真是 大叔, 這麼早就看新聞嗎? 有什麼新聞看? 新聞就是昨晚有一個 幼稚青年被一個 幼稚中年騙了 吃了兩碗麵 到家裡還沒睡得著 有這種新聞嗎? 你不是幼稚中年走開 別妨礙我看報紙增加疲勞 可惡嗎? 可惡? 你大哥的屎膝也不行 什麼?那我又漂亮 你那種原本是因為吃不飽 肚餓, 睡不著 怎麼樣?現在也這樣 要不然叫他拍點藥 當然不好 能夠不吃就盡量不好吃 有個辦法可以解決你這個問題 阿哥 家裡還有我們旅館 有很多事等著你做, 是嗎? 有力做到沒有力 沒有力做到分席 對…你說那些小孩 他為什麼倒頭就能摔著睡 睡得特別香 他就一天到晚不消停 不停地在動 對…走走走走走走 這些疲勞療法 應該有效 這樣嗎?一會兒你陪我出去打球 我要打球累得自己趴在那裡 慢著…打球我覺得不好 要花錢的, 是嗎? 那你不如在家裡做也一樣 說得對, 這麼好的勞動力 不用就浪費了 對… 待會兒幫我出去搬東西 對了, 那個蜜月套房的窗簾太大 那時機放不下, 你不如用手搓 祖, 廚房的那個做檔一直沒有抹 待會兒就給我抹掉它 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後 跟著姑仔去購物 當然, 你是負責去拿東西 說得對 說得對, 說得對 我房間裡不會處理衛生 你快點處理一下 你處理一下 坐著, 我要的疲勞療法 不是做姑仔的 拉叔, 這些就是疲勞療法 跟打球的道理是一樣的 是 別騙了… 無非為了你睡覺 不斷定吧 好… 好… 你先做什麼? 這輛 nasıl是оном, 這裡是廚房 只要能睡著 只有平 做得到就好了 怎樣是怎樣了?拉叔, 是不是 我也說了, 是不是很累呢? 是… 這樣就行了, 如果這樣可以睡覺 我天天找工作給你做 天天做孤雷? 你們也算陰毒 你趕緊去睡醒睡吧 等你睡醒了一天一夜之後 你一定會對我們三個感恩戴德 七十五隻羊, 七十六隻羊 七十七隻羊, 七十八隻羊 七十五隻羊 七十五隻羊 美鳳貝 所以很像 我好像合夷 雲 你戴著耳機當然聽不見了 聽到沒有? 聽… 我問你幹甚麼?半夜生間有教 你不睡,你幹甚麼? 我原本想著他在這裡 我就能睡得著,誰知道… 誰知道被你一拍,我全都醒了 話說話吧 你這麼晚了,你還回店裡幹甚麼? 你以為我想回你的嗎? 那個臭丫頭都不知道幹甚麼 今晚你不停哭,不停哭 那我一時不露氣,我就散她兩句 誰知道我散她兩句 我老婆罵我幾十句 罵到隔壁屋投訴,幾乎報警 在一氣之下,我碰到女兒 死不死了?又在這裡哭了,是嗎? 我眼睛睡得死,不妨礙你了… 我聽到外面有聲音,當然要出來 隔壁屋人有賊 你也好,真是羨慕死人 甚麼? 你好像豬一樣,哪一處都可以睡 我又不知為甚麼,哪一處都睡不到 真是無聊死人 真是,難道眼光光又要望天亮嗎? 甚麼這家事可無聊嗎? 你見不到嗎?真是無聊死 好了…這麼好,難得無聊 跟我過去 去哪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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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睡,你又無聊 你幫我找女兒,你就有聊,我就有空 好啊 我老婆… 你別再哭了,你怎麼哭到我來的 祖哥仔,沒見到牌子這麼快再多一件 你瞎嗎?這個…是喜怡,桂園那件 你瞎嗎? 你瞎嗎? 你怎麼了?祖哥 三更半夜不睡覺,你問過元秋宅嗎? 我哭了 你聽到他在那兒吵嗎? 他兩夫妻嫌棄他,就丟給我了 這樣也行嗎? 他老爸說,他不過三點也不會睡 這樣也行嗎? 祖哥仔,你先慢慢哄他 我稍後過來找你,好嗎? 不過你別這麼快哄他睡 稍後回來找你,走吧,老婆 一定…一定要回來,我轉手也要 祖哥仔,來… 你真是小子,我只是想喝一杯 對了,來,一人一支,把他拿走 你不是吧?叫你老婆和兒子 陪我去喝天光嗎? 不是,就是這樣,祖哥仔 你不回答,喜怡一個人很孤單 剛好我們爸爸還沒睡覺 他又想找人陪陪他 對了,抽一個也是抽,兩個也是抽 剛好,成雙成雙對陪你,不用太悶了 還有,這些啤酒是給你送花生的 你剛才跟我們倆一起就… 你… 祖哥仔 你當作是我深夜遊怨 大叔睡到現在還沒起床,這麼好嗎? 最好是這樣 早安 你還沒睡覺嗎? 我說什麼? 你什麼事? 你怎麼睡成這樣,你還沒睡覺嗎? 剛才陪我,洗錢出去,喝早茶 精神到死,怎麼睡呢? 不行了,就去吧 阿祖不斷下去,沒精神病 都救了精神病 對 看來姐靈還需機靈人 心病還要心要醫 什麼事?怎麼醫法? 咱們幫阿祖,去把那個大客戶的合同給簽了吧 啊? 噔噔噔噔 來來來來,請養招 原來,您都是康先生,他講得了人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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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幸虧,幸虧 我呀,我呀,我呀,我呀 那看,今天晚上,您這還請我搓一盹 您說我心裡管不太勁啊 聽那人扣銀 是河南的吧? 你也是河南人哪 哎呀,老小見老小亮眼淚汪汪汪 幸虧幸虧 殺也拜託,搶了這一尾 搶 搶 喝吧… 好… 是呀…好 好… 好… 老婆,這次全都指揮你了 真是好酒 來 搶… 搶… 是呀… 其實我們這次和你約來一起吃飯 無非想大家了解一下 對… 一家人,對不對 對… 另外也想談談關於阿祖公司的合同 合同嗎? 是… 我還準備錢了呀 真是呀 真是呀 好了… 我們這間公司啊 是很有實力的呀 我覺得很滿意 哎呀… 老鄉,我代表阿祖 代表西洋洋公司,乾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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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你們搞錯了 什麼? 它不是西洋洋 是嗎? 是…是洪太陽廣告公司 一開始,我也想把這個生意交給西洋洋去幹 但是西洋洋公司的這個勢力… 蔣先生… 廣告的東西是藝術,對吧 藝術的東西最廣告的是什麼? 創意 廣告去說創意,說這個全銷 實力不要緊,我們有創意 不是,那西洋洋他的那個執著團隊 他那個有點… 他那個團隊吧,他很講心意的 你放心 他们一定会两肋插刀 干 不是不是 他那个啥 他那个红太阳的那个公司 他招了那挡红的英姓 找大腕儿是吧 对 阿门给你找大腕 阿门可以给你找影帝 找找啥 找影帝 对啊 那找哪个影帝啊 找百花奖的 没没没 不是那个 金 金银奖的 金马奖是 金马奖 金马奖 金马奖的 你你你只要把那合同签了吧 保证给你把那影帝找来 找个影帝的多少签呢 啊 一万 十万也没问题 没问题 你在这后头再加七个令吧 七 七个 一千万了 我知道 那作为卡先生他家的亲戚 都想帮帮他 这认知畅庆 我理解 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呀 真是老乡归老乡 朋友归朋友 这生意归生意 好 你先走 走 你… 你… 你两个没了 喝点 你坐下 你坐下 快想清楚 不敢跟拉叔说 不要 都炒了 还说鬼说马 不要说 是啊 只包不住火 不说就迟早穿煲 是啊 是啊 长痛不如短痛 要说这个 这些事我不说 是啊 真的 阿祖就是因为这些事 搞得睡不着假 如果你跟他说了 一定他想不开 但不是 我觉得刚才阿禅有道理 长痛不如短痛 当然了 不是 你们不说 我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你说你说 怎么了 我就是长辈 所以我只是会主持大局 这些小事 我派个代表跟你说 你… 你… 这实在是说你说的 说什么说 我说你说 你们谁说我都听得懂 就是你说 拉叔 其实长先生那份合同 就已经不理會了 你玩完了 你怎么知道 长先生亲口跟我们说 本来我们想帮你口 谁知道 他已经决定我跟别人签 所以就… 换句话来说 你升迁美丽的梦想 没什么运行 牛哥打电话 都告诉我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没有其他事了 没有其他事了 我睡了 不是 不是 你刚才说什么 去睡觉 妈 你怎么在那里 真的好像没事了 我有什么事 掌生的合同跟别人签了 我现在不知多精神 那件事就… 跟我没关系 我无事一身轻 无欲则安 如果我早知道 原来失眠的根源在这里 我早就照顾它 是 阿姨, 没事了 一觉睡天亮 又没梦又没梦 没事了… 真的好像回生了 你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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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一个二个熊猫眼 是吗 是啊 还好说 一天都是为了你 弄得大家有得震, 没得睡 放心 我现在真的没事了 你们差点时间回来睡 是 真的被你累死了